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巧 我正在想去哪里才能找到你 你就出现了 嗯 是的 我觉得可力好像很想念你 好了 虽然我也很想和你坐下来聊聊 但这次 主要是为了可力 我带可力等到之前 给她讲了不少关于稻妻的故事 让她对稻妻的风土人情非常期待 不过我这次来稻妻 除了五哥仙画像之外 还有其他事要办 这两天暂时没有空陪她出去玩 稻妻毕竟不是蒙德 事情办完前 我不能让可力一个人到处跑 只能委屈她在万国商会待着 虽然我没听到她抱怨 但我看得出来 她还是有点寂寞 幸好 现在还有你和派蒙 所以 哇 容易骑士姐姐来了 容易骑士姐姐 你们在聊什么 是要一起出去玩吗 对 嗯 但是阿贝多哥哥很忙 我不能走太远 要不阿贝多哥哥会担心的 可力真是个贴心的好孩子 哼 我哪里不贴心了 每次有好吃的史莱姆 我可是都有想着你的 这还差不多 这还差不多嘛 话说回来 既然来到了让可力这么期待的地方 还不能出去玩的话 也太残忍了 对对 就让万能的旅行主和可靠的派蒙 带可力游历到期吧 可力 你想跟荣誉骑士姐姐 一起出去玩吗 当然想 可力毕竟是我们的火花骑士 你要保护好她 我的意思是 最好不要让可力遇上麻烦 比如说 如果到期的某个山头少了一角 又或者城里发生了爆炸 可力说不定就会遇上麻烦 那我就放心了 阿贝多哥哥 我会带好玩的东西回来给你的 嗯 我很期待 到期有好多有意思的地方 廖亭啦 神社啦 都很有特色 可力想去哪里呢 嗯 廖亭是什么地方 就是卖食物和饮品的地方 大概和蒙德的烈鹿人餐馆一样 餐馆 好耶 有点心可以吃 明白 那我们走吧 向着有好吃点心的地方 出发 好香啊 这个冒热器的格子有香味 好香啊 容易骑士姐姐 你看这个 这个面 里面加了好多五颜六色的东西 好好看 那不是这个面 是瘦骨拉面 哦 那那个盘子里装的黄黄红红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嘛 那个是串串三味啦 那这个 这个黄色的小蛋糕呢 这是鸟蛋烧啊 很好吃的 你没吃过吗 哇 瘦骨拉面 串串三味 鸟蛋烧 听起来好好吃 哼哼 那当然 我看得出来你是外国来的 没吃过这些 我可以用零花钱请你吃一份鸟蛋烧 让你尝尝我们到期的好东西 真的吗 但是 秦团长说过 我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 而且那些都是你的零花钱吧 总感觉花小孩子的零花钱不太好 我认识你 你是小公姐姐的朋友 但是 你会做鸟蛋烧吗 对他来说 这种事不过是小菜一碟 你就给可莉和炎福都做一份鸟蛋烧吧 真 真的吗 好感动 你也成长了呀 那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鸟蛋烧啦 好 谢谢 那我们就先吃吧 尝尝吧 荣誉骑士姐姐 鸟蛋烧是什么味道的 哇 真的做出来了 大姐姐真厉害 甜甜的 好好吃 真香 旅行者是最厉害的人 虽然鸟蛋烧很好吃 但我还是觉得 萧公姐姐厉害一点 萧公姐姐是谁啊 她也会做鸟蛋烧吗 萧公姐姐什么都会 她会讲故事 养金鱼 放烟花 还会分我们堂吃 萧公姐姐是世界上最厉害 最好的人 在可莉心中 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 最好的人 可莉认识的好人 还有很多很多 有阿贝多哥哥 荣誉骑士姐姐 秦团长 卡亚哥哥 可莉该不会要把大家都数一遍吧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些人 但没关系 我可以把萧公姐姐介绍给你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找她玩 平常祭典的时候 萧公姐姐总是忙得找不到人 但这次祭典她不忙 可以跟我们玩 不过这几天 她好像不是很有精神 你来了 说不定萧公姐姐姐就会开心起来了 好 我们一起去找萧公姐姐玩 萧公姐姐 不要难过了 我 我讲开心的事情给你听 昨天我跟那个长脚的大哥哥斗虫 三句我全赢了 能赢一斗很不容易啊 松板 你是好样的 萧公姐姐 虽然荣采机上不可以放烟花 但祭典上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 嗯 谢谢你们 只是这几天城内浸燃烟花而已 其实我也没那么不开心了 萧公姐姐 我来了 我给你介绍新朋友 这是我遇到的外国女孩子 嗯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可莉 我叫可莉 可莉 你好呀 我是萧公 是这家长野园樱花店的店长 嗯 你好 你的帽子和衣服都好可爱呀 上面的文样好特别 还有这个背包 哦 做工好精致 那是四叶草 妈妈和秦团长都说过 四叶草能带来幸运 这样吗 了不起 说不定大家都会喜欢的 还有你背包上的这个小精灵 也好可爱呀 那个是嘟嘟可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经常一起去新落湖炸鱼 哦 是叫嘟嘟可吗 这个名字也好有意思 我很喜欢 没错 每个嘟嘟可出生之后 就会乘着风出去冒险 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乘着风出去冒险吗 可莉的妈妈好浪漫呀 对 妈妈是最厉害 最好的人 小公姐姐 严冯说的没错 你也是很厉害 很好的人 我也感觉和可莉很合拍哦 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这两个人一下就聊起来了 真是让人欣慰 既然可莉这么喜欢四叶草 我来做一个四叶草形状的烟花 放给可莉看 嗯 放完烟花 我们还可以和嘟嘟可一起去炸鱼 等一下 炸鱼 不行呀 阿贝多特别嘱咐过我们的 我开心地忘乎所以 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射凤行的人特别叮嘱过我 荣采季期间 到期全境尽致燃放烟花 不可以了吗 好吧 对不对 认识新朋友是开心的事情 怎么突然又难过起来了 是啊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对对对 而且刚才彩香也说了 祭典上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 怎么样呢 可莉 说不定在荣采季上也能玩得很开心哦 好 可莉要去 嗯 一帮人喧哗吕吹向金发舞似的死亡之风 好长的名字 是没看过的新书哎 作者 草蓉依庆 萧公姐姐 这个名字好奇怪哦 什么草蓉依庆 应该念毛气依庆 咳咳咳 这是本人的名字 一帮人喧哗吕是本人的系列新作 这本吹向金发舞似的死亡之风 是系列的第一步 这个 一帮人吹 呃 的故事里面会有好朋友吗 哎呀 哥哥说 好的故事里 主角都会有一个好朋友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那种俗套剧情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 充满了背叛与血泪的 孤独而又没有尽头的 执着武士的求道之路 这才是值得被书写的故事 这 这样吗 我感觉这个故事可能不大适合可立 我 我们先去别处看看哈 哎 小姐 别走啊 真的不能挨本看看吗 我 我可以给你打六折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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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莉 你看过这本小说吗 没有看过 不过我知道飞仙儿姐姐的事 飞仙儿姐姐总是和奥兹在一起 冒险家协会的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 总是和嘟嘟可在一起 嘟嘟可 现在会不会绝对无聊呢 可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荣采记上有这么多艺然的刊物 确实非得小心火珠不可 哎呀 好像来光荣采记 也没法让萧公和可莉开心起来 但就算不能放烟花 不能炸鱼 一定还有其他能和嘟嘟可一起做的事 比如 你的意思是 对啊 荣采记就是一个展示作品的场合 干脆像参展的大家一样把嘟嘟可的故事展示出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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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意怎么样 阿贝多哥哥教过我画画 我 我知道怎么把嘟嘟可在到期的事画出来 很有想象力嘛 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最后我们还可以把画好的故事也拿到荣采记上展示 太好了 太好了 嘟嘟可一定会开心的 很好 那么可莉 我家店里有纸笔 还有颜料 我们一起去店里把故事画出来吧 好耶 我们走 我们走 刚刚我和可莉商量了一下 决定 这个故事的内容 也要先对你们保命 你就先别问为什么啦 最后你会明白的 我们在店里的时候 你可以先去荣采记上逛逛 过一会儿再来找我们好了 小公姐姐 我们快 快进去画画吧 我还以为能大家一起画呢 不甘心 哼哼 我想到办法啦 走 我们绕到窗户边去看看 嘟嘟可倒到期来之后 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呃 嘟嘟可会去吃好吃的串串三味 树谷拉面 还有鸟蛋纱 哦 听起来真不错 这就是可莉塞画的内容吗 画得真好啊 画好之后 我们就拿去印刷吧 印上好多好多本 拿到荣采记上分发 呃 不过印刷会要很多摩拉吧 得看看我平时存这的钱够不够 小公姐姐 可莉有摩拉 看 五十摩拉 不够吧 嘿嘿 实在不够的话 就去找旅行者帮忙 想想办法吧 荣誉骑士姐姐也很辛苦的 可莉不想再给她添麻烦了 所以 还是让可莉去炸鱼装摩拉吧 炸鱼不行吧 派门和旅行者提醒过我们的 啊 那没有办法了 只能去找阿贝多哥哥了 阿贝多哥哥是谁呢 阿贝多哥哥是我的哥哥 他非常非常聪明 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而且她还会画画 她会画秋秋人 凯亚哥哥 还有多多可 她这次来到期就是给大家画画的 啊 那我猜 可莉的阿贝多哥哥应该是和八重堂有合作的画师 画师 画画的老师 啊 原来阿贝多哥哥不仅是沙堂姐姐的老师 还是画画的老师 小公姐姐 我给你看 阿贝多哥哥教过我 都都可的颜色可以这样涂 真的很像欸 那我来画这边的街道 可莉来给都都可涂颜色吧 嗯 这里还可以配上字 说明话的内容 嗯 那就 避养鞋 啊 后面就听不清了 嗯 哈哈 都都可在到期 玩得真开心啊 这两个人好像真的和都都可出去玩了一样 高兴得不得了呢 接下来 就该把都都可的故事印刷出来了 我们去委托八重堂吧 到了 这里就是八重堂了 八重堂的人 嗯 啊 有啦 黄古阿姨 黄古阿姨我认识 啊 阿姨 谁叫我阿姨 啊 啊 是白鹅老师带着的那个小妹妹啊 小妹妹 你有什么事吗 黄古阿姨 可不可以请你帮忙 把都都可的故事 印出来给大家看呢 都都可 难道说 小妹妹也在写小说 这是你故事的主人公吗 哎 不是的 不是的 都都可是真实存在的 这位 就是都都可 听不明白了 还是由我们来和欢姑解释吧 啊 原来如此 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们达成愿望 但是 非常抱歉 荣采姬个人作品的印刷委托 现在已经过了截止日期了 阿姨是说 都都可不能和大家见面了吗 啊 对不起 小妹妹 哎 可莉 你别难过 还有我和旅行者呢 我们会想办法的 那个 欢姑小姐 这本书现在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们可以加磨啦 如果你们印刷缺人手的话 我也可以帮忙 小公小姐 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不过这件事 没办法那么简单解决 因为这次 我们帮忙印刷个人作品 许多书的印刷已经滞后了 最近印刷厂也正在赶工 这个时候 实在是 差不上单 怎么办 好像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不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我记得小时候 老爹有一次说要带我去祭典 但他因为工作太忙 忘记了 我等啊等啊 一直在想 老爹什么时候才能带我出门 一直等到参加祭典的人 都陆陆续续回来 那天晚上 我哭得非常伤心 直到今天 我还能记得那时候我有多难过 我不想让可莉也感受到这些 既然没有办法印刷 那我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努力 我会自己画 在这几天里 能画几本就画几本 然后 把它们带到荣彩记上 哎呀呀 小公这股倔强劲儿 我还真是挺喜欢的呢 是神子 还有阿贝多 啊 具体的情况 我们都听到了 啊 很抱歉 八重大人 嗯 我知道 你也是按规矩办事 况且现在我们的印刷进度 确实不乐观 不过八重堂 可是要带给人梦想和快乐的 如果连可爱女孩子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就太说不过去了 让我想想 有了 萧公 小妹妹 你们想要印刷自己的作品也可以 只不过 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可以吗 公司大人 代价什么的 我有心理准备 您直说吧 哎呀呀 哪有这么恐怖 不要说得我好像是个老妖婆一样嘛 我的意思是 现在想要印刷 恐怕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就是跟其他印刷物拼反 不过因为版面上只剩下边缴的空间 这本书的开本是放不下的 至少要缩到现在的一半 这样的牺牲 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莉 公司大人说 如果我们的书缩小一半就能印出来 你愿意吗 可莉愿意 谢谢公司大人大姐姐 这孩子真可爱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荒谷 一定要赶上今天晚上那批 八重大人 那我现在就去办 拼板这个办法虽说可行 但还是会给印刷那边增加很多麻烦 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就把帮这个小小的忙 当成是送给小可莉的见面礼吧 而且八重堂的下一批合作插话 还要麻烦你呢 白恶老师 你把这当作我的投资也可以哦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妹先走一步了 事件完美解决 接下来就等八重堂的好消息吧 小公小姐 旅行者 没想到这段时间 你们陪可莉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 谢谢你们 这没什么啦 嗯 我明白 毕竟可莉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荣誉骑士姐姐 快来看 黄谷阿姨把嘟嘟可的故事带来了 这下终于可以看到可莉和夏公 藏起来的保密内容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啦 是嘟嘟可和我 和我 还有你们一起经历的故事 连我也有份 这是我第一次被印在书上吧 哇 我要出名啦 当然会连派蒙一起画上去的 这是嘟嘟可和我们大家一起的快乐经历呀 是我和小公姐姐一起 送给荣誉骑士姐姐的故事 八重大人让我转告二位 这本书因为是平板印刷 所以印量要比你们想象中大 我们可以不收印刷费 不过剩下的书会作为平板那本书的赠品 不知你们印下如何 诶 这种事真的可以吗 即使我们愿意 那本书的作者也 其实 一起印刷的那本书叫做提瓦特游览指南 哦 是妈妈的书 可丽的妈妈原来还会写书呀 可丽的母亲爱丽丝女士是提瓦特知名的冒险家 她创作的提瓦特游览指南 现在就正要推出最新的道西片 八重大人把宣传语都想好了 提瓦特最著名冒险家母女连妹登场 一定会打卖 哼 我就知道 玄子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真像是八重大人的风格 不过 这不是挺好的吗 嗯 可丽也很开心 和妈妈的书摆在一起 就好像是可丽和妈妈一起冒险了一样 对此劳赖绒采计 真是太好了 请在这边办理同人作弊的同意申请 请各位游客注意安全 老少先你的童话绘本 我来看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